好,我今天讲到读经得到主的牧羊 那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读圣经不单止就是读了文字 识了圣经,识了圣经里面教导我们 神的工作,神的恩典,神的和我们的关系 除了之外,我们可以透过读经得到神的牧羊 牧羊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照顾我们,关心我们的灵命 那我自己呢,在我自己的成长的时候 和现在很不同的就是,在我信主的时候 我信主的时候,1970年 那时候呢,在我教会里面 我是基本上除了洗礼班之外 我和主一学,我参加一段时间成人主学 我在香港的时候,我都一直参加这个成人主学 是参加了三年,那后来我就离开香港 除了之外呢,我是没有个人的牧羊 就是说呢,就算我参加洗礼班 那时候呢,都没有人跟我说 啊,你... 除了我们有一次呢,叫做文心事 就是洗礼之前文心事,就是什么呢? 啊,你是不是真信耶稣啊? 啊,你呢,啊... 就是跟神关系怎样了? 那我那次文心事呢,第一次问的时候 是比较奇怪的 那他就问我,你信什么? 我的答案呢,其实... 如果我今天听到,我觉得很好 我说,我信耶稣就在这儿 那我真是信耶稣就在这儿 那他没有问我,再问下去 那他说,你下次才洗礼 但是我都是信耶稣救我的 他没有问下去,那我信耶稣在这儿 就是我信耶稣真实的程度 那 pelos 那时候是没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们现在时时都... 对大家都会这样帮助 但在当时来说是没有一个人帮我 好了 我做牧师也没有人问我 你做得怎么样 你有什么困难 有什么需要帮助 而后来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后 也没有人说 你经历圣灵你怎么用 你可以操练为人祈祷 可以操练全夫 没有人跟我说过 其实全部都是神直接牧养我的 其实神是牧养我们 我们每一个都是 不过很多人就不太懂得怎样给神牧养 又没有留意到神牧养 所以信了主之后就好像 有一些回来去教会 坐着听听听 听完又回家 但又不太知道怎样应用 又不知道怎样得到神的牧养 那时候他的灵形一直没有长进 甚至有什么事发生 哎呀死了又担心了 哎呀死了神没有帮我了 我又好像远离神了 就会有这种软弱的情况 这样的时候其实 即是说他是需要牧养的 事实上有很多人是需要人 即是神透过人去牧养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真的认识很多人 他的信仰很软弱 就算他回到教会很多年 你问他没有祈祷呢 我曾经试过在一间教会 是一个很多年的教会 即是这个教会是很多年历史的 有几个你回家有祈祷呢 是少于一半举手 有几个清了得救呢 也不是很多人举手 我觉得很惊讶 原来很多人呢 他们跟神关系不是自动会好的 我都时时去 在广道的时候就牧养了 你每天都可以亲近神 神很欢迎你的 神照顾你的 神感动你的就是神的 牧养你了 你收到的感动 你不要犯罪了 你祈祷了 你看圣经 你亲近神 这些都是神对你的牧养 那你就回应神了 那我今天所讲的就是 我多谢神给我的牧养 那我经历圣灵之后 都是神亲自带领我 为人祈祷 咦 有经历喔 于是我就开始为不同的人祈祷 那我一开始为一个人祈祷 他经历圣灵 我就开始每个星期 每个星期不同为人祈祷 然后有些人带了人信主 然后一直被神使用 那有一次呢 就有人跟我说他去宣教 他又问我去不去 我说好 那我去吧 那去了之后呢 咦 我见到那些人可以经历神喔 那于是呢 我又开始开宣教的团队了 也都不是有人邀请我的 那就是说呢 原来我们都可以被神直接牧养的 那其实我们个个都需要被神直接牧养 虽然我们都会牧养你们 但是呢 最重要是你平日能够被神牧养的 因为我们平日你会有困难 被人骂啦 做工的时候不开心啦 烦恼啦 那有很多人呢 就是你不能够即时那时候 就是 因为牧师 某一个帝兄姐会 你帮我啦 我现在被人骂完很烦啊 那你不能够即刻的 那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呢 即刻 从神的说话 和祷告得到帮助 这个就是神随时的牧养 其实好像我这样 我作为牧师呢 基本上我所有牧养都是直接同神的 因为我没有听到的了 好少啊 就是有时候有 好少的 但是呢 我从直接神的牧养已经是很好的 因为我觉得神的话语是非常好的 其实 基本上你懂得跟神去领受恩典 神的话语 和你亲近神 你已经可以直接被神牧养 那你说 我被神牧养不需要回教会 那又不是啊 因为你牧养之后 你就 在群体里面 敬拜神 神是欢迎我们这样做的 神 吩咐我们这样做 然后我们就在群体操练侍奉了 接着我们就发挥生命 因为亲近神不仅是被牧养的 被牧养就是第一步 牧养之后 我们就去祝福别人了 这个就是 我们被牧养的目的了 我们分了两类的基督徒 左手边的 一有困难 就没有力量 有些基督徒 哎呀 这段时间又得了 这段时间又没有力量 我们都经常听到这种情况 但有些人有困难 都坚定信耶稣的 就算他多困难都好 他都会说 耶稣你帮我的 他自己里面会有一种声音提他 大家有没有这种声音 即是当你软弱的时候 你会说 哎呀我又得了 这段时间又没力量 有些基督徒真的 时时都会这样 但我们是可以怎样呢 我们一有负面的声音 即是说 神一定帮我 我一定可以够遇主得性的 那分别在哪里呢 分别就是说 有神的坏语扎根 即是非常之稳固的根 还有捉紧神的应许 来祷告 即是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神的坏语 一个就是祷告 这两样就叫我们能够长期扎根 不受人影响 那这个written in the word 即是神的坏语扎根 就是在神的坏语 中文写神的坏语扎根 就像这棵树 棵树一定有根 而我们的根就是在神的坏语 让我选择神的坏语 圣经和圣灵 这两样 如果你只能够选一样 你会选哪一样呢 如果只能够选一样 如果 如果你有神的坏语 不过我们不会这样的 即不会有神的坏语 又没有圣灵 譬如说 当是可以很强的神的坏语 然后就有很强的圣灵工作 不过又很少圣经 那你两样 哪一样会觉得重要呢 其实两样来说 最重要是神的坏语 神的坏语最重要 但圣灵也很重要 两样不可以缺少一样的 但我们首先有神的坏语 为何神的坏语那么重要 因为他给很多应许我们 而经历圣灵 是一个经历 经历是好的 经历神也继续帮我们 圣灵不仅是一个经历 是他继续帮你的 不过如果我们没有看过圣经 只是经历圣灵 我们的信仰就会很遥动 死了 今天祈祷又不是那么通 今天祈祷又没有那么大喜乐 我们就会有遥动的 但有神的坏语 我们就可以稳定的 我就是常常都深信神的恩怜 所以我感谢神了 即是我在神里面的信仰是稳定的 《尼王记》下十九章三十节 有经文一起读 由大家所逃脱如性的 仍要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在这个时候 其实就是以色列人 他们是很多灾难的时候 其实这里说到的愚民 愚成的 是说到神所揀选的 在以色列人中那些得救的人 这些人是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的 当时的历史来说 就是说那些人仍然在 仍然是受迫白的 因为他们时时有危机 时时有危机 当时说到 这些仍然存留在的以色列人 他们都会扎根 向上结果 而他所说的 当时来说 是说到他们的生活 仍然是稳定 不过也有说到 他们会有一个稳固的根基 就是神仍然能够叫他安全这个地方 这个经文 亦都可以应用在熟灵上扎根 和向上结果 扎根什么意思 一起读 稳定 不摇动 吸收养分 就是说一棵树扎根 你看一棵树 上高和下面 哪个的面积 体积更加大呢 下面 这棵树 你想想 你有没有见过那些庞然巨蜜 那些庞然巨蜜 真的很巨型 很巨型的一棵树 你想想 下面那些根不够深 其实每一棵树都经历过很多次打风 而是有时打风才会崩 不是每个人打风 那些树都会崩 是有时打风的时候有些树崩 但是它都能够经历这么大的考验 就是它里面的根其实是很大的 那这个就是 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 你就扎根了 就是很稳定 很稳定 而圣灵的工作 其实是confirm神的工作 就是说坚定 我们知道证实所存的道 就是说给我们听 神的话语是真实的 好了 但是有些人读经又不明白 或者没有吸收 这样的时候 它也不能够扎根 不是一定看圣经就扎根 有些人就以为我看很多圣经就扎根 不是一定的 一定要应用 马太十三章二十节 一起读一下 杀在石头地上的 有人就是人听了道 当下欢喜领受 只因心里没有根 但不过是暂时的 及至为到遇到 遇到还难 或是受到的迫伯 立刻就跌倒了 它等了多久就跌倒了 是立刻就跌倒了 即是一迫伯 一被人骂 一被人说 你信得那么迷 你整个人怪 整个人变怪了 哇 立刻丑到不得了 立刻就离开神了 那希望我们信仰扎根 即是说 神是这么真的 神的坏语是这么好的 神是活着的神 所以我就会坚定 我不会移动 那这个就不会落刻跌倒了 你有没有试过打击过 令你对于信仰有些摇动过呢 有没有试过 摇动过 当你摇动的时候 你是很快想放弃 因为立刻 神的坏语在你里面 就在这里跟你说话 圣灵立刻跟你说话 我捉实神 捉实神 如果你是有这种东西 即是说你懂得自己 牧养自己 即是你懂得被迫白的时候 你立刻牧养自己 但有些不是的 有人跟我说 我现在想不信耶稣 我现在又软弱了 我又犯了很多罪了 神都不要说我 那他那些说话是哪里来的呢 是神那里来的 因为是哪里来的 是撒旦来的 是人的罪性 但有很多人 一犯出来 就捉住那些话 就不是捉住神的话 所以我们记实 一起跟他宣告 当我受患难的时候 我立刻捉实神的话 不是捉实负面的说话 不是捉实负面的说话 阿里路亚 即是 事事都是神的说话 给我们能够扎根 而神的话 是给我们有丰盛的生命 诗篇一 第一篇第二节 为喜爱耶稣的律法 昼夜思想者人 变为有福 他要尽一副果树 灾在稀碎房 安事后结果子 叶子入一枯干 凡他所造的 尽都顺利 这个讲到喜爱神的律法 因为在旧约的时候 他们的神的位 也都叫神的律法 不只是讲到只是律法的 也都包括了恩典的 昼夜思想 其实最重要 看圣经是两个动词 看到什么动词 两个动词是什么 思想 思想 还有一个呢 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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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说 哇 神质这么好 神的话又这么好 于是我们喜欢神的话 有很多人只是 我接受神的话 我需要跟从神的话 不是喜欢 其实我们学习 喜爱神 又喜爱神的话语 喜欢神的话 喜欢神的话 你的思想有什么不同呢 当我们喜欢神的话的时候 就容易有力量了 我们喜欢神的话的时候 就觉得 会更有信心 喜欢神的话的时候 有信心 这个人就有福 就好像一棵树 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是一路成的 结果子的 一棵树非常靓 一路一路结果子的 那我们的生命都是 如果时时思想神的话 整天让神的话在里面 整天都触实神的话 我们整个人 就会不断有恩典 不断有能力 不断祝福人 即是我们无论在网上 我们去宣教的地方 都不断祝福人 我们大家都可以的 可不可以 你和旁边说 我们每个都可以 果子更多 你和旁边说 我们都可以 果子更多 阿尼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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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天父 好了 读经的时候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知道读经是好 可以帮我们熟灵的生命 牧养我们 照顾我们 更生生命 那我们有什么 一起读 先祷告 求神带领 开始读经 首先祷告 第二 留心和画下重点字 因为很多时候读经 我们只读过 水果鸭菇也不忘了 而且你看完圣经 如果这本圣经 从来没有记得过 你又不知道 找圣经去哪里找 抹圣经有几个好处 一会我会讲一讲 三个颜色的抹圣经 抹圣经 抹圣经第一 就是你看的时候更加留心 就不要每个人都抹 旁边都抹 我看到有些人抹 抹圣经是怎么样 这一段是黄色 这一段是绿色 这一段是绿色 全都抹了 其实这样的圣经是没有意思的 是一定是一些keyword 重要的字 我们就留心 又画下重点字 也都可以 旁边写一些重点的 小小的 总括 然后 接着 思想神的属性和恩典 这里就是 在我所教导的 法阳神属性 讲道法 和查经法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思想神的本性 他的圣情 和他的恩典 为什么思想神的本性 和他的恩典 有这样的原因 当你知道 神是神帮我们 神是祝福我们的 神有喜乐的神 神有体重我们的 神有体重 每一个人 神都会关心你的 当你知道神是这样的时候 是否会更加欢喜神 就是觉得有神真的好 有很多人对神的观念 不是这样的 有很多人想到神 哎呀我犯罪了 神的要求很高 很难 我做不到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话 有些人想到神 一想到神 又要看圣经 又要祈祷 就是想到这些东西 想到我要做什么 这样的时候 就觉得很有困难 就是一种压力 但是其实神是很美丽的 有一天我们去到天堂的时候 有人曾经去天堂 他说 哇神的爱涌过来 他就说 没有人能够准备好见耶稣 因为你见到耶稣的时候 哇原来神的爱这么大 这么真 神的爱这么 就是那种经历 是从来没有人能够在地上经历到的 那你上个星期 你也看到我从南非回来的影片 就很感谢神 看到那两个姐妹的形容 真是非一般的经历 非常之awesome 就是很奇妙的 又很可谓的经历 我想说 我们上天堂 那个更奇妙更可谓 你真的上到天堂的时候 哇原来神你好到不得了 原来神你的恩怜这么大 那时候 很多人上过天堂 很多人都不想回来 但是 有时候神就说 你也要回来 你告诉别人 关于神天堂有多好 如果我去 如果大家去了 你想不想回来 多数都不想 不过我去了 我确实想回来 为什么呢 我想告诉别人 告诉别人 神多好 天堂多好 虽然我现在 整天都形容神多好 但是当你去过天堂一次 你会不会 回来 天堂真是好到不得了 真的要去 那里真的又开心 又喜乐 又平安 又充满爱 又感动 整天 哇 好像天堂 整天都好像天堂 你会这样 告诉别人 当我们每天都看到神的恩怜 我们就自然 就算看圣经 就会看到很多神的属性 神的属性 包括什么 就是他的性情 和他的智慧 能力 他的每一样东西 他准时 神是很准时的 神的计划 什么都是最美好的 属性 包括一切 如果用个简单说话 可以用本性 但不止是本性 就是本性 都不是最好的形容 大家都可以和我想的 因为我现在还在想 最初叫做 法阳神 圣情 讲道法 后来我就叫做 法阳神 属性 我又在想 属性有些人很难明白 本性 又很好 不过又未包括 大家一起想 就是当我们看圣经 看看神 在这里有什么 他的本性 展示出来 神的性质 当你看到的时候 你就会喜欢神 还有他的恩典 恩典和他的本性 有什么分别 恩典就是 他给我们 他本性就是这样 他本身就是这样 他给什么 我用一个比喻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 有钱的人 有 很多人有钱 一个有钱的人 是不是一定把钱给你的 就算你很穷 不一定 他的本质 他是很富有 他不是一定慷慨 他就算慷慨 他可能对他的家人 是慷慨 但他的本质 就是他本身是富有的 但如果他对人 他是事事帮人 这个就是恩典 神就是 他的本质很美丽 但同时 他是不断祝福人 这个就是神的美好 所以亲印神 和行神的路 和侍奉神 是最好最好的 其实我侍奉神 真的觉得好好 很满足 整天都觉得好好的 我们今早去到 短宣的时候 服侍也都看到 那些人经历圣灵 我们都觉得很开心 很感动 好 下面 思想有没有有这方面的罪 就是我们有没有 活出神的属性 的恩典 然后思想如何实行 如何实行 然后 祷告求神 帮助炼荣 就是说 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不要只看 然后我们祈祷 我们留心有什么重点字 看看背后神有什么 他的圣情 和他的恩典 还有我们有什么罪 我们怎么走出来 还有我们祷告求主帮我们 这是读经的过程 而读经 如果大家未开始读圣经的时候 或者读到没多久 你可以先读新药两三次 为什么呢 新药比较容易明白 还有新药是很多 牧养的经文 而救药呢 其实都是重要的 是讲到 神创造天地 和神在伊斯利人身上的计划 这个是救恩的计划 不过因为他里面有很多历史 所以人看的时候 有时候会觉得 很难明白 还有有时候会觉得 好像沉患 有些比较重复的说话 但是呢 你看完新药的时候 你可以开始看旧药 但不过看旧药的时候 同时看新药 因为有时候你看到 药百忌很长很长的那些说话 有时候看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得不到力量 那你同时看新药 这样的时候 你就可以同时得力 但是我们是需要 新药和旧药去明白神的 而看旧药是需要 特别的帮助 就是你在里面找些什么 就看到神的圣结 看到人的罪 又看到神的慈爱 又看到行神的路的美好 又看到不行神的路 那种不好 其实去日也有它的重要性 还有很多智慧的说话 好了 神给我这个 《法阳神属性查经法》 我真的觉得很好 因为为什么呢 当我有这个查经法之后 我对神的欣赏多很多 也可以说 我欣赏神 所以我有这个方法 用这个方法 我更加欣赏神 这个不单是讲道 《查经》都可以用的 有三方面 读一读上面 《神的属性》 《神的恩典》 《人的责任》 这三方面 如果我用一个主题 《神的爱》 首先 《神的本质就是爱》 他就爱人了 然后跟着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应该爱神和爱人 我们有接受神的爱 好了 那我们回应 我们知道 譬如这个主题 讲到关于神的爱 在这个经文看到 神是爱 多谢神 神你这么爱我 然后跟着 神就关心我 于是我是活在爱中的 我是被爱的 我可以享受神的爱 好了 跟着我们可以怎样回应呢 我们看完这个经文 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回应 哇 有神爱我真的不好 因为神同在一起 然后我又可以享受神 这个就是回应了 这个就是这个 发扬神 属性《港道查经法》的重要性 不要只看完就说 你看完 哇 神爱世人 神是很爱你 爱到把儿子都给我 你有没有人爱你 爱到 把电脑送给你呢 把手机送给你呢 把房子送给你呢 我想很少会有人 真的送一个大礼物给你的 但是神是将很多很多的礼物 真的呢 我真是数之不尽 我很多谢神 于是我说 神啊 那么爱我 那么祝福我 并且神是拯救我 神将永生赐给我 于是呢 我就去享受神了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回应 然后跟着我责任了 责任是什么呢 一起读 我爱神 爱人 建立爱的生命 我就去爱神 爱人 建立爱的生命 好了 在这里呢 我就列出一些神的爱的经文 就是说出神的不同方面的爱 我们一起读黄色的字 读下去了 尋找拯救 赦罪拯救 圣灵耐性感动 神有感情地喜悦 神永远赏念 耶稣和圣灵待讨 圣灵暖无 耶稣亲切地爱 神谦卑服侍 心灵身体医治 那这里这么多东西呢 其实都是一些例子来的 就是让我们看到神是多好 我是时时都觉得神好 我本身信主之后 我就觉得神很好 所以我告诉牧师听 我说呢 神就在这里 我真的很喜欢神 有神 我真的很喜欢 然后呢 当我经历圣灵之后 我更加喜欢神 因为真的 我真的即时经历到神的爱 现在我随时一想耶稣 即刻经历到神的喜乐 我是觉得很好 还有我想回我怎样得救 神怎样帮我 我真的觉得好到不得了 我又怎样帮人 我又觉得好到不得了 所以呢 我这里列出 其实一部分 神怎样爱我们 第一就是尋找拯救 射罪和拯救 我们个个得救 都是神用不同的人帮你的 在我得救的时候 神用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人 甚至包括一个科学家的书 是那本物理学的书 是作为参考书的 那这本书 我为什么会看呢 是有个同学介绍 他说呢 这本参考书的时候 我们因为要考大学 入学试 他就介绍我买了这本 物理学的参考书 他说里面有很多东西 可以帮你的 那我就去看 而在这本书的前言 那位科学家就说 他说 这个世界很多设计 可能就是神创造的 就是神设计的 那我就很奇怪 为何科学家都会这样说呢 他不是用可能 他说 或者这个就是 就是真的有个神创造 他不是用一个 因为他可能想人想 所以他用一个说话 这个可能就是神的创造 就是神使用不同的人去帮我 拯救我 赏免我 然后呢 内性的感动 就是为罪为义 为审判来指责我们 我真的发觉很多次不听话 但是神一直感动我 很多次 大家有没有试过 多少次不听话 很多次 神感动我们 我们不能听话 但是神很放弃 神继续感动我 在现在来说 我是尽快听神的 但是我发觉 有时都会脱漏 脱漏 脱漏 神又提我 譬如今早 我醒了 很早醒了 神又提我 这个信息 有一些地方要修改 接着我修改 我认识他 再睡觉 神都会提我不同的东西 然后就是 神有感情地喜悦 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个人 很有感情地欢喜你呢 圣经说 他默然爱我们 请我们 喜乐而欢呼 在西花纳书 有多少个人 见到你 就喜欢到你 不得了 只有神 就是这么喜欢我们 而当你 真的 活在神的爱中 你就会 懂得爱人 在我们说 我觉得每一个人 都很宝贵 每一个人 都是神体重的 每一个都是神 就是神 要大大兴起我们 神给我这个心 好喜悦神的事 我又好喜悦神所 就是神爱的人 所有的人 我心里都喜悦 神就见到我们 就欢欣喜乐 默而爱我们 还有永远想念 有没有人 有人想着你 有人想着你 神就每天都想着我们 在二赛四十九章十五节 还有耶稣和圣灵 都为我们代祷 耶稣在天父的右边 圣灵在我们心中 用雪不太来的碳色 为我们祷告 然后圣灵戀母 这个经文很特别 阿博书四章五节 我们有什么可爱呢 在英文圣经就翻译 Earns for us 就是很想有我们 很想有我们 我们有什么可爱 为何神那么想我们呢 就是因为神的本质就是爱 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爱 譬如一个人 普通一个人 当你见到一个人 又不说话 又不懂说话 又经常想起不好的事 又经常做错事 经常都没有反应 譬如一个人这样的时候 你会不会 哇 我乱无他 很难啊 这个人没有什么反应 是很少人会真的喜欢他的 而神是会很想 和我们每一个都有个亲密关系 因为神就是充满爱的 他暖和我们以至于质道 那有些人说 为何神都会质道呢 他的意思就是 不想我们爱钱 爱世界 爱犯罪 多过爱他 他想我们专心爱神 就不想 我们呢 有任何的地方去分心的 他说耶稣很亲切 马蒂 九章二十二节 他跟那个女人说 三十八年 不是十二年 血流的 他说女儿 真的很亲切 譬如你上班 你的老板会不会走过来 虽然他也不会 除了外国人 有时都会是daughter 有时都是son daughter 他通常那种是很亲切的 老板有没有走过来 他英文有时用buddy 好朋友 他会不会说好朋友 会不会亲切地叫你呢 都很少的 很难得这种机会 但是天上的神 居然会称呼我们 做女儿儿子 即是神真的很爱我们 然后呢 神又谦卑服侍 我们日日环绕 我们日日按手 我们身上 神是很特别的 很耐性地服侍我们 他又医治我们心灵身体 这只是列出一些神的恩典 我有时就想 我见到什么 我见到那些小鸟 我又很喜欢 那些小鸟 我又觉得他很灵活的 真的很有趣 他跳得很沉重 虽然我也不算很沉重 但是他跳得很重 但他们真的跳得很灵活 我看到他的动作 看到他飞 那些小鸟 一飞到那些小鸟 那些小鸟 是不会碰到那些小鸟 那些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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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神是喜乐的神 很多人想到喜乐 他只是说 我们基徒要喜乐 烦恼也要喜乐 很少想到神就是喜乐的神 事实上 在我以前读神学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传统的教会 他们不接受《奇异恩典》这首歌 我问教授 为什么不接受 因为他太感性了 他们要跟神的关系 是很理性的 全部都是理性的 就是感性 《奇异恩典》 觉得很感性 有一次有个教授 又饥饿这首歌 我可得爱耶稣 我可得爱耶稣 他饥饿这首歌 他笑了一首歌 他总而觉得这种很感性的关系 有些宗派会觉得 跟神的关系是理性的 是知识的 是神学的 其实圣经在很多地方 讲到神是喜乐的神 我们靠主喜乐 有喜乐的神 和天堂真好 这个就是我经常想的 我其实很喜欢去天堂 但我更加喜欢 去完天堂回来 跟着告诉你 天堂多好 我的神会 天堂我看到任何一样 我去到会留身体 所有的东西是怎样的 那些人是怎样的 天事是怎样的 那些所有我见到的 我都会回来 神是怎样的 我最重要是告诉你 神是怎样的 我看着神是怎样的 我会记得告诉你 神是怎样的 是不是有一个喜乐的神 是否很好 这个就是 发扬神属性的 讲道法的好处 就让你看到 神每一样的 神真的好到完美 不得了 于是我们 神的障碍 我们可以享受神 随时可以享受神 然后我乐意在神里面 充满喜乐 我可以用三种颜色来画圣经 大家可以试一下 我自己画过好几本圣经 我画过之后 很快就看到任何经文 我立即分辨到 是用什么色 三种色就是 红、蓝、绿 红就好像耶稣的补血 就代表什么呢 一起读一下 神的爱 恩典 祝福 就是耶稣的补血 就代表神的爱 恩典和祝福 接着 第二 蓝色是相反的 律法 懲罚 警告困难 这类的东西 就会用蓝色 接着绿色 就是律法 人的责任 绿色就好像是树叶 事业长大 绿色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就是三样东西 而神的爱 恩典有什么呢 可以一起读一下 救恩 赦罪 接纳 祝福 供应 帮助 次能力 奇妙计划 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一念 神帮我们的 跟着律法和懲罚 是什么呢 罪性情 罪行 责备 管教 情欲 魔鬼影响 审判 都是说到懲罚 罪不好的后果 或者罪性情 跟着呢 人应该做什么呢 一起读一下 传福音 爱神 爱人 合一 连率 瑶树 讨告 侍奉 这三方面 我现在试试考一下大家 那我说呢 你是说用红色 蓝色 或者绿色 OK 神爱我们是什么色 OK 非常好 神要懲罚恶人 蓝色 神要追讨人的罪 蓝色 非常好啊 你们 我们爱人如己 蓝色 非常好 你学得很快 是不是 那你应该可以 可以开始做的 开始做的 不是那么难的 有些就比较困难的 譬如说 我们靠着主要有能力 这个时候有两个部分的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多难作 有两个部分 哪个部分是什么色 有没有人可以说出来 我靠着是什么色 靠着 靠 靠 靠是谁靠 是人靠 还是神靠 人靠 即是你要倚靠 是绿色 是绿色 那加给我力量的 是什么 加给我力量的是什么 神 神加给我力量是属于什么 红色 凡事都能作 凡事都能作应该是红色的 不过你都可以说是绿色的 因为两样都可以 因为我靠着神 我做 我做 如果你分开 凡事都能 就是红色 红色 就是绿色 这个是细心分 但你不一定要分到这么细心 总之你大约将它分开这三种颜色 OK 好了 我们现在试试操练一下 我们看一些经文 马太六章二十六节 讲到神看固 我们不用担心 这个经文 当你明白的时候 你就会不担心 一起读 你们看那天上的非鸟 有不种有不收 有不积蓄在仓里 你们的天父尚且让活他 你们不比非鸟贵重得多吗 三十二节 这个是蓝色的 OK 好了 这里讲到那些非鸟 它又不用耕重 又不用收 又不用积蓄在仓里面 天父都养活他们 你们不比非鸟贵重得多吗 那这里呢 为什么是红色呢 因为天父给我们 天父照顾我们 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属性是什么 神的属性 祂本身的性是什么 祂本身的性 和祂的行动是分开的 不过有时是很相似的 祂本身的性 第一就是祂是丰富的 祂可以养活那么多 祂是丰富的 这个本身的性 第二呢 祂是有一种性 想照顾好一切祂所做的事 对不对 祂行动 祂就会照顾雀 也会照顾人 好了 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你们天父是知道的 为什么是红色呢 神已经知道了 神关心你已经知道了 然后跟着 先求的国和他的义 为什么是绿色呢 人造的 先求的国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想多些人得救 而第二呢 我就想神的国度来到我心上 就是说我的心真是跟着耶稣 耶稣做主做王 这个就是神的国度在心中 如果你的心 和你的家 我们的教会 和你做工的地方 都是神的国 是不是会很好呢 你去到哪里 那里就是神的国度非常好的 我们越有神的同在 神的国度就越跟我们近的 这位弟兄他就分享了 他就说他来到我们聚会 他就发觉神的同在是感受到的 那我们感谢神 因为神的国度在我们当中 他来到我们的聚会 感受到神的同在 在他身上有很明显的祝福 那这个就是 我们追求神的国度的时候 神的同在就和我们一起了 好了 接着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为什么是红色呢 是的 天父给我们 这个经文其实很好 讲到呢 天父很关心雌仔 也都关心我们 那这里呢 我们三方面要看了 神的属性一起读 第一 神是丰富的 神有供应和祝福的心态 他是很丰富的 譬如有人很想祝福人 但他穷得不得了 这样的时候 他想祝福也祝福不了 但是神呢 他又很丰富 他又有供应和祝福人的心态 那又跟着 神又做什么作为呢 一起读了 神养活非了 神看宠人 神知我们的需要 神赐各样恩典 这里讲到呢 就是神会养活那些雌仔 其实养活那些雌仔很重要 雌仔和什么关系呢 其实养活雌仔包括他养活那些树 所有的动物 令到这个环境那么舒服 如果这个世界只有我们和泥土和石头 生活会又怎样呢 第一 终于不可能 因为我们没有食物 第二 这个世界很不美 所以神照顾这个世界都是非常之好的 神就看重我们 神就知道我们需要和神给各样恩典 第三 人的站一起读 信靠神 先求神的国和他义 为不信靠神而悔改 就是说我们信靠神了 先求神的国和他义 我们有不信神 我们就悔改 就是说我们分析了一个经文 又跟着说回应 你看这个回应 这一幅图画很漂亮的 耶稣里的英文说 I am with you and will watch over you wherever you go 就是说我会和你一起 我会看着你去到哪里 我们就写了我必看顾你 就是说这个经文说 我一定看着你的 我一定看顾你的 我们看这个经文 我们学习什么呢 将这个信息入心 为什么有心呢 一路经常说 神看顾我的 我什么困难 神看着我的 你被人骂完 神看着我的 当你有缺乏 当你有缺乏 然后被人炒完 神看着我的 即是时时在这种心态 你就知道我们的神 是一个丰富 又很想祝福人的神 你的心就会很有信心 为什么我经常都有信心呢 因为我好看到神的本性 我是很喜欢神的本性 你们喜不喜欢神的本性 如果我们的神 是又沽寒 又猛症怒嘈 又容易发脾气 又经常找人的不好 经常记住人的不好 那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都要信耶稣 不过信得很辛苦 如果我们的神 是很苛刻的 我们都要跟着祂做 因为你不做 你会落地狱 那我们就怕落地狱 所以我们就要跟着神 但我们现在 是不是因为怕 是不是只是因为怕地狱 所以我们要跟着神 我们说神很好 祂有封城的慈爱 这样的动力 是不是很不同 会很享受 就好像有些人说 我结婚 因为我不想单身 但是跟你有些人说 我结婚 因为我的丈夫 我的太太 真的好得不得了 所以我结婚 我太太好得不得了 所以我享受他 因为说 唉 单身很孤独 我不想孤独 我就结婚了 那种心态 是不是很不同 所以我们信耶稣 看圣经 当你经常看到神 原来这么好 你喜欢神 看圣经 和祈祷的心态 是很不同的 一种就是 我要祈祷 我要看圣经 如果我不祈祷 我就是不好的基督徒 我就是懒基督徒 这样 其实就是一种压力 但如果我们的神很好 神看顾我 所以我很开心享受神 是不是很大分别 我希望大家就是这样 我很感谢神神 你这个教导我 是很特别的计划 我之前也曾经说过 很特别的 神为我预备第一个太太 她后来息怒归主 但是她在这个过程 她是给我很大祝福 因为她 总之就是因为她的缘故 我就去到在外国的时候 就是在她的姐姐 侍奉的教会 那个教会是路德会的 而路德会很强调恩典和律法 那我后来去了路德会的神学院 就学到这个恩典和律法 而这个学的时候 不是学得那么好 直至我经历圣灵之后 我就真的发分出来 为什么呢 我经历圣灵看到神这么大爱 我就说 哇 原来圣经讲这么多恩典 因为以前 讲到的时候她教我们 一定要讲恩典 又要讲律法 那时候我觉得好 每次都要 就是我心就整天都想讲 我们要悔改 我们要遵从神 要全夫人快些做多些事 就是整天都想讲这些信息 但是呢 在路德会就说 你不要直接叫人做什么 你讲一下神的恩典 但是当时来说 没有这样的动力 直至到我经历圣灵 我看到神这么好 我就整天都告诉别人 神真的很好 就是你享受神 可以活在神的爱中 神就特别为我预备 我第一个太太 而我想回的过程 我讲过过程 我都觉得很特别 因为当时其实 我在教会里面 就是讲一个历史 就是我不是 我不是有什么 就是纯粹讲到神的工作 当时呢 是有不同的姊妹 可以说是很多姊妹 很少弟兄的 但是为什么 我会见到我太太 第一个太太的时候 我被吸引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事实上 有些地方 我 就是他不是有什么地方 吸引我的 我是觉得完全是神做工的 神好像拉着我心 就不知为什么 就去着他的方向去的 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呢 就是神的工作 我就想说是神预备我 叫我有一天 能够明白这个 恩典圆律法 我觉得很特别 所以我 就是越看到这些一切 我就越看到 原来神一切都在计划 好了 下一个经文 其实我现在示范给大家看 如何你回家查经 不要查得那么闷 还有有目的 如何发掘神的本性 和他的恩典 这里就说到 神掌管一切 所以信心有能力 因为他掌管一切 你拉着他 就像这样 你想想一个电厂 你就想像 我们是一个电器 一插到电那里 就有能力了 本来人家插到电池 就是小小小 但你插到大电 就很大能力 因为神是这么厉害 所以我插到他那里 就很有能力了 马太17章19节 门徒暗暗的到耶稣跟前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 赶出那鬼呢 耶稣说 是因你们的信心少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 像一粒这戒菜种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从这边拉到那边 他也必拉去 并且你们没有一件 不能做的事了 至于这类的鬼 若不讨告禁食 他就不出来 好了 我们看看这里 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 是蓝色 就是说到人的困难 他的软弱 没有信心 信心少 为什么是蓝色 人的软弱 做不到的地方 若有信心掌握戒菜种 信心是谁做的 是神所赐 不过是谁信 是人信 是神赐给我们的信心 但信那个都是人 所以这个属于我们做的 我们的信心 好像戒菜种那么小 上次对这座山说 从这边拉到那边 他都会必拉去 为什么必拉去 又变成红色 是神造 那你说 我都试过 对狮子山 狮子山你要拉到另一边 他都没有动 太平山 拉到另一边 又没有动 你说 试过都不行 这个经文就不是叫我们 随便去任何一座山 哪一座大厦 这个护卫中心 奉耶稣明 护卫中心 搬到我家隔壁 不是要我们这样用的 可能有一天 我们受迫迫的时候 敌人在外面追赶 然后你说奉耶稣明 这座山走 他和我中间 在需要的时候 也有一个意思 就是当有很大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求神去成就他的事 神就做不可能的事 至于你们 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 哇 是不是很厉害 当然我们不是试探神 但是神要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 神真的不可能 都能够做得到 正如我为这个姐妹 我为这个姐妹祈祷的时候 她即时觉得很开心 神真的很好 当时我第一次为你祈祷在哪里 我在路上 我在那里 我在那里 我在那里祈祷 因为我善用的时间 又回家又上车又下车 在那一阵 神就做工 真是很奇妙 是神做工 不是我们奇妙 我们没有什么特别 而这类的鬼 祷告禁食 才能够说出来 那为什么是绿色呢 就是人 应该做的 我们可以祷告禁食 好了 这个经文说给你们听 什么呢 说给你们听 有些人看就是看到信心 这个其一 看到神的属性在哪一方面 信心的背后 其实这边 这边直接 他不直接说出神的背后属性 大家想不想到 背后的属性是什么呢 你这样有信心 就能够 什么都做得到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神背后 它是充满能力的 所以神的属性在那里 就是 它有一切的权柄 一切的能力 所以当我们一信他的时候 就是好像用一个简单说 一个很大的电厂 当你的小信心 一条小电线 一拨下去 立刻有很多电线 我们就是 我们在神里面 神是有无限的恩典的 所以我们一信靠他 立刻有无限的恩典 很多人看圣经 只看到信心 这儿 但我们要找的是 神背后的那种美丽 就是他有完全的能力 所以我们有信心 好像戒菜宠那样小 都能够做大事 而不只是强调我们的信心 是强调神的恩典 大家听不懂分别吗 强调信心 和强调神的恩典和能力 是不是很不同 哪样更加重要 神的恩典和能力 更加大 信心只是你拿 譬如有个大电厂 一个很巨的电厂 那你就拿一条电线 你看我多小 我有条电线 那别人说 你这条电线没有电也没用 所以我们不会夸耀我们的电线 我们夸耀那个大电厂 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 好了 在这个经文看到 神的属性是什么呢 神会有权并能力 他有天上地下所有权并 跟着神的作为一起读 神掌管一切 神起源 人有信心 所以有信心 神就做大事 因为神掌管一切 神就喜欢人有信心 所以你有信心 他就做大事 所以你家里面有困难 你说我有信心 我相信神会做大事 那你相信 神就开始做事了 接着人的责任一起读 信靠神 凡事都能 信靠神 听我们讨告 为小信而悔改 就是相信神 什么都可以 神一定听我们的祈祷 我们有小信 我们就悔改了 这个就是人的责任 好了 这个就是图了 应用出来 每一个经文 我们看完 都试试 将这东西 应用出来 有一种心灵的回应 这个人 大家上网可以找到的 Jan Bricker 这个人 他有点像 这个 Nick Nick 就是没有手没有脚 这个人 就是有手没有脚 大家听过Nick 所以我就找这个 你想想 只是手没有脚 你想想 你可以做到什么 如果在地上 你可以做到什么 真的很困难 但是他是一个 体操运动员 冠军 并且他是一个 港元 就是神 真是能够使用一个 平凡的人 做伟大的事 当你有信心的时候 所以下面我写 神令我凡事都能做 那你有没有尝试 耶稣我想进入 我想进入更大的恩典 拿到更大的恩典 能够活出来 当你活出神的恩典 你的生命更加丰富 所以这个经文 我们看到 不单止看到 我们信的人 凡事都能 我们看到神背后 我们就说 有神 有神 有神充满能力 神凡事都能做 现在坐在这里 听到就容易了 譬如有人 你很大的困难 被人炒鱿鱼 或者有朋友 离开你 或者你受很大的伤害 或者你被人逼迫 到一个很困难的情况 你会否还相信 在神的人 凡事都能 我不用怕 不用怕 这个 知道 到到那时 用得出 是两回事 什么时候会用得出 就是这师兄所说的 扎鱼 我触紧这个应许 我记得 神是充满能力 充满爱 神是常常想帮我们的 神是喜悦我们的 神是喜欢我们 亲近祂的 你触紧所有的应许 就好像 那根 插紧 插紧 然后呢 当你在困难的时候 你都插紧 你就有恩典了 你就一定 在什么情况之下 都有能力 有一个 这样的比喻 这个比喻 有人听到 我觉得很恐怖 不过呢 他说到 那实 触紧耶稣 他有个什么比喻呢 这个比喻 都是我看书看回来的 不过 真是很强烈的 就说到 有一个人跌了到海 跟着 有一个人就 扔一条绳子下去 被他触紧 他就触紧了 谁知道 他在船底那里 搞搞搞搞 那个螺旋在那里搞 跟着呢 将他 整个人卷了到水底 他是死了 但他死了之后 他就发现他的手 和那条绳子 拿到实 是一只手和那条绳子 是连住了 就是 黏住了 就是 他那个比喻是说什么呢 形容我们 跟神的关系 都是这样捉到实 到 连死都不放手 当然这个比喻 是比较恐怖一些 但是我们就说 我们捉实神 再算到死的时候 我都捉实不放 因为神是我的生命 你会不会这样呢 神是我的生命 所以我看圣经的时候 我捉实神的应许 神有什么地方 每个经文都尝试 一个经文去找 那一会儿 我们分组的时候 都可以粗练 我都写了几条问题 但我都试试 找一个经文 试试讨论一下 这个经文可以 怎样 找出神的属性 和他的恩典呢 这样的时候 你看圣经 就会的趣味很不同了 而且帮助你 和神的关系更加美好 我一起站起身 一起祈祷 我都希望大家 欢喜看圣经 因为圣经实际上 有很多很多宝藏 我捉实圣经里面 有很多的应许 我知道神话了 一定做 所以我呢 很放心 很轻松 一起祷告 主呀 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把你的话语 赐给我们 你的话语真的很丰富 你的话语 比风房下滴的物更加甘甜 主呀 你的话语 是真的充满能力 充满应许 你的话语里面 赐给我们 恩典 给我们有得救 叫我们有赦罪 给我们有爱 给我们有能力 叫我们是宝贵 叫我们深信神 在我们身边有奇妙计划 我可以大大给神使用 神又每刻服侍 我们时事帮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很宝贵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极度的宝贵 我们每一个人 都不是平凡人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神很体重的人 都是神要大大使用的人 求主激励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 欢喜神 欢喜神的圣情 神的本性 我们真是很欢喜神 我们要欢喜神的恩典 让我们口说什么说话 都说出神的本性 神的恩典 我们就喜悦神 我们就很甘心乐意去跟从神 求主帮助我们 看圣经的时候 时事去发掘神的大恩大爱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荣耀重赞归给天父 阿里瑞瑞求主 祝福我们 赐给我们一个 欢喜神的话语的心 叫我们喜爱耶华的律法 奏夜思想之人 变为有福 叫我们喜欢神的说话 喜欢神的本性 喜欢神的应许 然后我们奏夜思想神的美好 我们就愿意全心跟从你 多谢主啊 你将这些美好的话语 赐给我们 和世人的说话很不同 世人的说话很多 令我们伤心失望 但是神的话语令到我们 欢喜快乐 满有信心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圣明 阿文